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边上的停了好多的车都是停在马路的一边 他只有在这个节甲子的时候呢这里才有这个转运的车辆 然后现在呢就是所有的车呢都能直接开到景区里边来 你们看这个路的边上呢 左边一排呢全部都是停的这样的车辆 哇这里还有锁道吗锁道就算了 我就是去那个鲜鱼峰玩一下 这个前面这个风雨桥这里就是售票的地方啊 现在我们去买票 我只到鲜鱼峰什么玻璃栈道锁道我就不去做了 我觉得没意思啊 可以扫码可以扫码 扫什么玻璃栈道锁道 那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这个房玻璃的话它相当于是 每个人一天有一次简单的机会 可能是3块5块8块10块 记得最高多少钱我不知道 最低多少钱我不记得 如果你在那买的话100块钱就是100块钱 但是你在我这买可能9895呀 所以说92呀 而且还可以25 哎对 他们今天最高的 目前最高的有8块了 本来不想少不少也不想少了 人家小姐姐非要让我少 结果少了还省8块钱是吧 像这个鲜鱼峰景区呢 来拍摄的自媒体人非常多 所以他名气也相对比较大 那么现在呢 基本上也是人比较多的 所以这个宣传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从景区门口过来 就走这样的小道 然后大概是走10分钟左右吧 就到了鲜鱼峰这里 但是爬上去不知道多久哈 我们现在往上面爬 哇下面太恐怖了 这个下面万道是应该真的是 现在就开始从这里爬峰嶺 看一下这边一个超级大河谷 有点像那种苏罗纪公园的感觉 在水耳辉高 哎呦 来了 不知道 终于登到顶了 这就是顶部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身后这座大山 这个山顶上有一个天生的穿洞 当然你也可以叫天生桥 然后在桥下当地人修建有一座寺庙 看去非常的雄伟壮观 我们现在从山脚下步行上来 准备上山去看一看 大家看看这个山里面的造成 非常的漂亮 那么大概应该就在这个山上的位置 它现在是这个小路都有水泥来硬化 直接步行就可以到山上的 这几天的天气都非常不错 朋友们想到山里面的转转 是个好机会 又不冷不热的 非常适合郊游 看我们已经到这里了 这边它只有一个 它可以从两边上来 那边一个村庄上来 这边一个村庄上来 反正两边的话 步行上来都大概是 非常多氓点 福利 没有 几砧 彩 发 《大 MARY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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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